侯友宜急了 千亿接这句话犯谈判大计 柯文哲高明多了 蓝白河进入政党协商阶段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预前强调 政党协商过程不是你要不要排除我 我是最重要的角色 要不要嫁娶 不是没人说了算 是我说了算 对此 前立委邱毅在脸书表示 侯友宜看来是真急了 开始要什么事都要他说N了才算 这是谈判的大计 让对手看出你的焦虑 而民众党柯文哲明显高明多了 面对侯进办执行长金普聪的诈数建招拆招 千亿表示 侯友宜酷爱用婚姻关系 来形象化他与柯文哲的合作 一再催促柯文哲要快快回应柯侯 配或侯柯配的抉择 这样的隐喻是很不恰当的 用婚姻来比喻柯侯的关系 还直指朱立伦是没人 他才是当事人 用侯友宜的婚姻问来谈 侯似乎忘了他前一段婚姻还没结束 就是他与四百多万新北市民的婚姻 那场婚姻也是朱立伦当没人 侯友宜才刚连任不久 原来那场婚姻的墨字未干 他就大刺刺的谈他与柯文哲的新婚姻 这不变成脚踩双船的渣男了 千亿指出就这种形象化的比喻技巧 柯文哲明显高明多了 面对金普葱破坏蓝白河的诈树 葫芦里包藏货心的诈树 柯文哲的比喻就很好 他把民主开放式初选 比喻成P霜 喝一罐P霜会死 喝半罐P霜也会死 所以还是应该回到全民调的正道 其实 连朱立伦也是支持全民调的 否则国民党长年的初选制 不就全数崩溃了吗 千亿说 金普葱自以为他的诈树很高明 殊不知时代不同了 尽管动用大批网军洗风向 测动民嘴胡言乱语 企图制造舆论压力 但明眼人一眼就可看穿诈树 在陈文茜 郭正亮 赵绍康 孙大千相继发言 甚至朱立伦也倾向采权民调后 情势已有好转 金氏诈树踢到铁板 触礁失晓 千亿表示 一最新民调 洪友宜的中间选民支持率大跌百分之一时 专家推论就是金氏诈树 所谓民主开放式初选的把戏被试破 连累了洪友宜 所以 金小刀偷击不着18米 害惨洪友宜 难怪洪友宜要大着急了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